凭着大肚子出席活动 他是前桃园市府资料科技局长于宛如 宣布投入桃园区立委初选 去年洋美议员候选人肖立言 还有前桃园市议员范刚祥也陆续表态 他们都想挑战国民党万美龄 表态初选的竞争激烈 民进党要挑战现任立委的也遍地开花 传出党员建议协调式初选 党中央内部先民调 现任者挑战者支持度如果差距20%以上 不需要进行公开初选 新北板桥区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投入立委选举几率高 但会对上罗志正还是张宏路人事未知数 初选该怎么进行成党中央难题 协调式的初选民进党以前也有做过 必须维持初选制度的公平 另外升率选区党主席赖清德本命区 前台南市官吕局长郭真慧 也高调参战挑战现任赖会员 而高雄凤山区也有人劝禁市议员林志宏 挑战现任许志杰 嘉义市政国会更是早早放话 将派人挑战王美会 不光是自己人的战争 港湖区高嘉瑜傅被受敌 有意抢攻港湖立委的激进党 无心怠日前祝贺赖清德 提字信赖台湾真心相待 也很抢息 民进党预计最快六月初完成立委提名 当中央回应过去确实有协调时初选 这次也可能依照各区状况不同采用 就怕伤了和气 初选该如何进行 人在神圣讨论中 三天新闻林凯菊 卧宾萱 泰伯报道